哈喽,我叫正豪 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去perf的故事 在2018年,我参加了AA线摄影比赛 赢了两张去perf的机票 可是在去perf之前,我去了台湾 然后不小心把护罩跟衣服一起丢进洗衣机里面洗 结果需要5天的时间来更新 通常ETA visa只需要20块 在一天里面就可以批准 可是因为我是马来西亚男生 18到50岁之间,而且还是新的护照 澳洲为了以防我在那边非法工作 就拒绝了我的visa 为了去澳洲庆祝我女朋友的生日 我努力的上网查了更多资料 提供bank statement,company letter,EPF等等 为了以防安全 我又再申请了另外一个visa 叫subclass600,还需要400块的付款 可是等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回应 到最后只好去送机跟女朋友说拜拜 拜拜 可是就在两天之后 我的ETA visa终于批准了 接下来就马上买机票 带你去看看perf有什么好玩 请按下来就需要点赞 收视频 请按下来就需要点赞 收视频 并且在转发的币份上 转发的一天之后 我还需要点赞 收视频 转发的一天之后 我会变成的长官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